一选后裔就是这么嚣张 而且对面的阵容看似很强 但并不能直接对我造成威胁 只要我们五楼这个全能高手 拿出一个有控制的肉坛 这局就稳得不要不要的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因为像后裔这类站转射手 需要一个带控制的辅助 让对面想拖的时候 可以进行防守反击和保护 而鱼就是个混子 不过即便如此 我也不会让他太过好受 震到我好欺负是吧 带走 虽然还是给换掉了 但前期强势的射手 来换一个后期强势的射手 到底谁亏 你们心里应该有数吧 继续保持这种节奏 拖到装备起来 这局完全能打 哎哎 哥 不至于 不至于啊 你不要过来啊 杀 我闪 溜了溜了溜 我这也太差了吧 不过他们这样针对我 能改变后面的结果吗 虽然战绩不好看 但我的经济可没有落下 去吧 桌日之时 残血远方 你也有今天 直接闪现带走 准备一下 现在可以打团了 前期抓单 你们是厉害 可我们的阵容 一旦抱团 那我就能获得 极好的输出空间 开启竹日 先带走这个软斧 对面的阵容被冲散了 回头继续反打 放个搭 庆祝一下 哎呦 越远方 又是你啊 前期追我追得这么凶 现在我要全部还回来 带走 这边再支援一下队友 一只穿云剑 千军万马 来相见 还有一个漏网之鱼 交给我了 交给我 抬走 抬走 绝对 绝对